1995年12月下旬,沙州市益阳县清临镇如期召开了人带会。 会上,独石村的镇人大代表颜国歌提议将侯卫东列为副镇长候选人, 上清临、曾献刚、秦大江等12位镇人大代表复议。 这个举动让清临镇政府措手不及。 县委组织部部长柳明阳为了确保选举按正常的秩序进行,亲自坐镇清临镇。 但是侯卫东还是以最高票当选为清临镇的副镇长。 刘坤1995年6月从一阳县政府办公室调到清临镇政府,出任镇长助理。 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清临镇的选举中落选, 回到县城的家里便闭门不出,天天在家里摔东西。 在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清临镇党委副书记以后,他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洗完了澡,刘坤坐在沙发上吃水果,提起侯卫东仍然咬牙切齿。 在镇上,我还经常帮侯卫东说话呢, 没料到他翻脸不认人,关键的时候在背后捅刀子。 这次幻界风波,让刘坤体验到了什么叫做高潮,什么叫做低谷, 他将始作俑者侯卫东当做了人生最大的仇敌。 刘坤的妈妈皮肤很白,生气的时候脸上的青筋特别的显眼, 他尖酸地说,哼,这个侯卫东啊,是吃不饱的白眼狼, 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居然不顾同学的感情,不顾我们一家人对他的照顾。 哼,人品太卑劣了。 说完他将火力转向了刘均,亏你还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怎么不站出来说句话呀,让这种小人逍遥法外。 好了好了,刘均解释道, 党委副书记和副镇长虽然是级别相同, 但是党委副书记的排名啊, 仅在镇长之后,比副镇长啊,更有发展前途, 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你还啰嗦什么呀? 哼,侯卫东在青林山上开了石厂, 当老板发了财,这才有钱买通那些土农民的。 机关干部办企业,本身就违法违纪吧? 还在选举中贿赂人大代表,这是双重违法呀, 你们县委怎么不敢查呀?这是太软弱了。 说到这儿,他恶狠狠地对段英说, 哎,侯卫东的女朋友和你是大学同学吧? 你,你去写封信,给他的女朋友, 揭发侯卫东的卑劣行为, 让这个人身败名裂,要让人人都唾弃他,抛弃他。 段英听到刘坤妈妈这个无礼的要求, 不置可否,只是小声地说了一声, 呃,我去厨房摘菜吧。 在厨房摘菜的时候, 段英竖着耳朵倾听他们的谈话。 虽然他是刘坤的女朋友, 但是在心灵的深处, 侯卫东的分量却很重。 父亲刘军显然理智得多, 他并不理睬老婆的愤怒, 对儿子说, 以后啊,你和侯卫东啊, 都是清林镇的领导班子成员了,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要大度一点, 别听你妈妈的,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哼,爸, 这次可是侯卫东在背后下我的狠手啊, 如果我不报这个仇啊, 以后谁都敢来踩我两脚了。 此仇不报非君子。 刘坤丢下了狠话, 走进厨房帮着段英摘菜。 刘坤的妈妈最看不惯刘坤帮着段英做事了, 生气地叫着, 真是娶个媳妇丢个儿啊, 以前小坤从来不进厨房的, 现在呢, 不用我们喊就主动进厨房了哦, 耳朵根这么软啊, 看以后怎么办。 刘坤在旁边苦口苦心地说, 好了, 你别挑着小坤与侯卫东斗, 在政府机关工作呀, 不要轻易地触敌, 他们现在是一个班子的成员, 合则两利, 斗则两败。 而且啊, 我觉得侯卫东这个人挺厉害的, 最好能跟他和平相处, 别轻易招惹他。 哼, 他是跳票副镇长, 县委随时可以把他拿下的, 难道我们家小坤还怕了他? 你这个人呢, 就是胆子小, 否则, 也不至于只当到宣传部长吧。 与此同时, 在益阳县沙州学院西区, 侯卫东陪着小家住进了装修一新的房间, 拥有一套湖边小屋, 那可是小家的梦想。 如今梦想成真了, 他格外的兴奋。 在与侯卫东一番激情之后, 捧着一杯热咖啡站在阳台上, 欣赏着冬日湖边的萧瑟景致。 视线索及之处, 几只白鹤站在湖边的潜水之处, 悠闲地寻找着食物。 这套房子买得太好了, 即使以后啊, 你调回沙州工作, 也一定要保留这套房子啊。 这是我们度假的房子, 也是我们浪漫青春的见证。 小家和侯卫东相识相恋于沙州学院, 这房子确实是他们青春岁月的影子。 作为小资女人, 这套房子在小家的心中, 比沙州的新月楼的住房更加值钱。 欣赏了一会儿湖边的美景, 小家的思路回到了现实之中。 老公, 你跳票当了副镇长, 让各级领导都很难堪啊, 以后啊, 你肯定会有麻烦, 你想这事我就心烦。 嗨, 宁愿战斗而死, 也不能窝囊地活着吧, 即使有麻烦, 也强于被人遗忘在上青林吧。 哎, 小家, 你看那几只白鹤, 他们的故乡现在天寒地冻, 如果不经历千难万险的长途飞行, 他们怎么能够有如此的安宁啊? 这几句, 包含着诗意和哲理的话, 在外人听来很酸, 可是在小家的耳中, 却比蜜还甜。 侯卫东还有心 给小家另外一个惊喜, 哎, 今天是咱们的新房第一次开火, 我来给你炒菜怎么样, 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吹牛吧你。 小家压根就没想到侯卫东还会做饭, 回锅肉可是上青林的传统菜, 家庭主妇人人会做, 可是真正能做到像刘阿姨那种香飘满楼的水平, 则为数也不多。 侯卫东这次为了在小家的面前显摆一下, 还特意向刘阿姨学了几手。 他围上了围裙, 很有几分大厨的风范, 一边炒菜一边念念有词, 哎, 这个上青林的回锅肉啊, 关键就在于精细, 我煮肉的时候, 特别放了生姜, 大葱, 大蒜, 花椒, 煮成断生以后, 再将肉切成大薄片。 第二步呢, 就是炒肉, 一定要将肉片熬制成灯掌握, 这才是水平啊。 当一盘色香味俱佳的回锅肉炒出来之后, 小家两眼放光, 口水滋溜, 接连吃了好几块, 哇, 老公, 你太棒了, 以后, 你天天给我炒回锅肉啊。 天天吃回锅肉啊, 只怕你一个月啊, 就长成了大胖子了, 我不怕, 吃了回锅肉, 你陪我在床上做运动, 现在就去。 两个人说笑了一会儿, 小家停下了筷子, 他看着侯卫东躯黑的脸, 心诚地说, 老公, 这两年, 你在山上受苦了。 此时的侯卫东很有成就感, 当初啊, 被发费到伤心里, 日子确实不太好过, 但是赛翁师马焉之非佛, 只要努力, 生活总会给予回报的。 嗯, 这才是胜利者的语言, 老公, 我最喜欢看到你意气风发的样子。 快乐的时光, 总是很短暂。 星期天的下午, 小家返回了沙州。 侯卫东虽然已经是 清临镇政府的副镇长了, 但是他在清临镇并没有住房, 因此, 他还要先回到上清临乡政府的宿舍。 第二天一大早, 侯卫东就起了床, 在摇瘦子的饭馆吃了豆花饭, 然后下了山, 来到清临镇政府的时候, 还没有到八点, 整个办公楼空无一人。 侯卫东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才陆续有机关干部上班。 他们看到侯卫东的神情都有一些古怪。 县里的批复下来以后, 侯卫东此时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副镇长了, 可是大家的心里总觉得怪怪的, 还没有把这位上清临时长的老板 和清临镇的副镇长 重合在一起。 党政办的杨凤最先来上班, 侯卫东暂时无处可去, 只好跟着他进了党政办。 到清临镇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里, 侯卫东一直没有落实具体的工作部门, 党政办成为他在镇政府的落脚点。 此时他以镇领导的身份 坐在党政办, 感觉跟以前稍有不同。 恭喜侯镇长啊, 我们党政办几位同志啊, 找时间请你吃饭。 杨凤一边说, 一边习惯性地把手伸进了抽屉, 忽然想起侯卫东不再是侯大学, 而成了侯镇长了, 摸着瓜子的手便收了回来。 黄公安提着黑色的人造格手包走了进来, 见到侯卫东大声地说, 侯大学, 两年时间混成了副镇长, 嗯是聊的, 来整一口。 侯卫东接过酒壶, 喝了一大口。 黄公安看侯卫东仍然喝自己的烈性酒, 高兴地说, 哎, 耿直的人永远不会吃亏嘛, 越是偷奸耍黄的人啊, 越没有出息。 这个狗林啊, 比侯大学早来, 现在混成一副狗熊样子嘛。 正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小车的声音, 杨凤站在窗子门前看了一眼, 回头对侯卫东说, 赵氏起来了。 侯卫东连忙走出党政办, 在楼梯前等着赵书记, 恭敬地叫道, 赵书记, 您好啊。 清临镇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跳票风波, 党委书记赵永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窝了一肚子的火, 他没有给侯卫东好脸色, 挺着将军舵, 朝楼上走去。 侯卫东尴尬地跟在赵永胜的身后, 进了他的办公室。 赵永胜坐在大班椅上, 冷冷地说, 根据清临镇人大会选举的结果, 新一届镇政府, 镇长由肃明同志担任, 副镇长是钟瑞华, 唐树刚和你, 等一会儿我们要召开党政联席会, 明确镇政府班子的分工。 尽管赵永胜并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 侯卫东还是主动表态, 怎么分都行啊, 我完全听从镇党委的安排。 赵永胜不知一辞, 低头看起了报纸, 把侯卫东晾在了一边。 幸好肃明走了进来, 侯卫东趁机告辞, 走出了赵永胜的办公室,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苏啊, 对于镇政府的分工, 我让你提了个方案, 你拿出来没有啊? 赵永胜向新任镇长开始发问了, 肃明简要地说了自己的想法。 赵永胜抬头看着天花板想了想, 我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 我只提一点意见, 让侯卫东封管社会事业, 农业这一块啊, 还是由唐树刚封管, 你看怎么样啊? 啊, 没有问题啊。 肃明此时刚刚当上镇长, 对老上级赵永胜, 当然是非常的尊敬了。 九点钟, 召开清临镇二级班子以上会议, 二楼会议室中间是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 一级班子围坐会议桌, 会议桌外有两圈椅子, 这是二级班子的位置。 各科室主任汇报工作以后, 赵永胜布置了本星期的工作, 然后宣布道, 呃, 科室主任可以离开了, 一级班子留下来, 继续开会。 等到各科室主任都离开, 肃明清了清嗓子。 嗯, 呃, 我们新一届政府班子呢, 呃, 包括我在内, 全部都是新手, 希望镇政府的班子, 在镇党委的领导下, 完成人代会上提出的各项任务, 脚踏实地地干几件实事, 保住财政收入在全县各镇中增长第一的桂冠, 为清临镇的老百姓谋些福利。 根据我跟赵书记的商量呢, 下面对镇政府班的成员进行分工, 我呢, 主持镇政府的全面工作, 封管财政和规划建设工作, 钟立华, 封管村镇建设, 教育, 文化, 广播电视, 厂政管理工作, 唐树刚, 封管乡镇企业, 农业工作, 计划生育, 统计, 安全生产工作, 侯卫东, 封管民政, 宗志, 信访, 民族宗教, 交通建设。 这是侯卫东第一次以领导的身份参加会议, 他在笔记本上记着, 我封管民政, 综合治理, 信访, 民族宗教, 交通建设。 散会之后, 党政办主任欧阳林找到了侯卫东, 侯镇啊, 你的办公室呢, 我们已经安排了, 我带你去看看。 前任的党政办主任唐树刚提成副镇长以后, 欧阳林被任命为党政办的主任, 他是比侯卫东早一年分到清临镇的大学生, 眼见着侯卫东突然由白丁变成了副镇长, 他心里非常不舒服, 也有些不屑。 副镇长的办公室布置得很简单, 一张办公桌, 一把藤椅, 一张烛沙发, 一个电话, 一排文件柜, 一个开水器。 欧阳林推开窗户, 一股清冷的空气, 立刻透窗而入。 侯卫东递了一支烟给欧阳林, 在清临镇政府上班啊, 回到上清临居住, 跑来跑去不方便, 特别是喝了酒以后, 上了山就更累了。 欧阳啊, 山下有没有单身宿舍啊? 欧阳林点燃打火机, 先给侯卫东把烟点燃, 再点燃自己手中的烟。 哎呀, 这个清临镇啊, 是由上清临乡和下清临乡合并而成的, 两个乡的干部啊, 大部分集中在下清临镇政府, 住房严重不足, 这会儿啊, 确实没有空房子。 那, 那附近有没有出租房啊? 不用单位出钱, 我自己做。 欧阳林在国土办工作过, 对厂镇的情况熟悉得很, 这个清临镇基本上没有流动人口, 也就没有出租房的市场。 这么着吧, 侯占, 我慢慢打听着。 侯卫东颇为范畴啊, 心里琢磨着, 这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 这个清临镇居然还是如此, 真是春风不渡清临山了。 想到这儿, 嘴里说, 哎呀, 没有房子确实不方便啊, 欧阳主任,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吗? 欧阳林将办公室交给侯卫东以后, 又到其他几位领导的办公室看了看, 最后来到了赵永胜的办公室。 他向赵永胜汇报了侯卫东的住房问题, 赵永胜手捧着将军肚子, 脸上的七星北斗凝聚在一起, 很不耐烦地说, 欧阳林啊, 欧阳林啊, 你有能耐, 就便一间宿舍给侯卫东, 反正啊, 我没有这本事。 欧阳林离开了赵永胜的办公室, 他虽然碰了一鼻子灰, 却很有收获, 因为他明白了赵永胜对侯卫东的真实态度, 也就掌握了分寸。 侯卫东在新办公室里无所事事, 好不容易混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正想找个馆子吃午饭, 就接到了苏明的电话, 你到我家里来吃饭, 我们哥俩好好聊聊。 侯卫东出了大院, 在商店买了两瓶酒, 来到了苏明家, 一进门就笑着说, 嫂子, 我又来蹭饭吃了。 哎, 哪里话吗? 你侯大学是单身汉, 随时欢迎到我家来吃饭啊。 他看见侯卫东手里还提着酒, 就称怪道, 你也是的啊, 来吃顿饭, 还提什么酒啊? 此时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了凉菜, 苏明也说, 你这个小子啊, 吃顿便饭还要提酒, 你以为我家里没有酒给你喝啊? 他说完打开了家里的易烊红, 哎, 按照县里的新规定啊, 中午不准喝酒, 我们每个人只喝三杯啊, 绝不多喝。 喝了两杯以后, 苏明说, 这个秦镇长啊, 其实能力很强啊, 到开发区工作呢, 也算是人见其才吧。 你看, 他这一拍屁股走了, 把清临镇这一大摊子事情留给你和我, 我是力不从心啊, 只好硬撑着了。 侯卫东吃了两口菜, 苏镇长, 你不论是从理论水平还是实践经验, 那都是镇长的最好人选啊, 政府工作, 我是外行, 以后啊, 恐怕要请苏镇长多多批评帮助啊。 嗨, 你小子啊, 就别给我上堂一炮弹了, 咱们这届政府啊, 任务很重, 以老弟你的观点来看, 我们从哪一方入手, 最容易出城镜? 哎, 我知道啊, 你的脑袋瓜子铃, 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 你帮我想一想嘛, 看有什么新招, 能让清临镇政府工作有特色, 出成绩。 你有什么新点的要先跟我说啊, 成熟以后再提出来商量, 免得弄成不成熟的方案, 让党委啊, 觉得我们政府一般人没有水平啊。 想起早晨被赵永胜冷淡的事情, 侯卫东很是苦恼, 我觉得赵书记好像对我意见很深啊, 那我以后怎么开场工作呀? 宿明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只好开口劝道, 哎呀, 赵书记这个人啊, 脾气大是大了一些, 但他是一心未攻啊, 不会记仇的, 只要你认真工作, 我相信, 误会就会慢慢消除。 这一番评价, 让侯卫东一阵牙酸呢, 他暗自琢磨着, 只有张永胜肚子这么大, 可是肚量实在不怎么样, 一心未攻啊, 更说不成, 这些都是红鬼的话, 别说我不相信, 就算你宿明自己, 也不见得会相信。 想到这里, 侯卫东忍不住转念又想, 站在镇长这个角度, 那么, 宿明, 也只能如此来评价, 正当委书记了。 侯卫东在上青林开了两年时长, 连升三级成了副镇长, 没有中层干部经历, 他的头脑一片空白, 两眼呆坐在教室里, 显得十分的无神, 上午复习了一会儿杀招日报, 下午则是专心地学习领兮日报。 到了下午四点, 他放下领兮日报, 痛苦地抢着, 轻茶一杯报纸一张, 这种工作真是磨杀人哪。 按照封工, 侯卫东是封管社会治理交通建设 以及社会综合治安治理的工作。 五点钟的时候, 侯卫东实在坐不住了, 他下了楼, 来到了杨凤的办公室。 按照镇领导干部的封工, 侯卫东封管社会事业, 交通建设 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分别对应着社会事业办 和宗制办两个科室。 交通建设没有专门的科室, 只有一个临时性质的 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点钟的时候, 侯卫东实在是坐不住了, 他下了楼, 来到了杨凤的办公室里。 杨凤的桌子上 放了一包吴海炒瓜子, 一张报纸铺刊在桌面上, 下面已经有了一堆瓜子。 他见侯卫东进了门, 联盟问, 哟,侯镇哪, 有什么事儿吗? 以前侯卫东见到杨凤吃瓜子, 其实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包吴海的瓜子, 还是他自己本人送给杨凤的吗? 此时当上了副镇长, 见到杨凤在办公室里吃瓜子, 便觉得颇为刺眼了。 只是新官上任就找人的麻烦, 这可是不明智之举, 他的目光便回避了那一堆瓜子皮, 你帮我找找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以及年初的工作要点。 杨凤就这样打开了文件柜, 翻江倒海地找了起来, 找了二十多分钟, 才将两件文件的原文 交到了侯卫东的手里。 下班的时候, 侯卫东只看完了政府工作报告, 年初的工作要点放在第二天细度吧。 他在办公室等了一天, 分管的部门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汇报工作。 侯卫东琢磨着, 我这个副镇长, 真是当得不明不白啊, 看来还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啊。 在上清临的时候, 侯卫东是食厂老板兼工作组的副组长, 每到一处总是吃香的喝辣的, 受到各村的热情款待。 如今以副镇长的身份, 来到了清临镇政府, 反而有一种虎落平阳的落寞之感。 下班以后, 侯卫东在窗边望了望黑蒙蒙的天空, 又找到了欧阳林。 欧阳主任啊,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每天上班下班啊, 要爬坡上坎, 不是长久之策呀。 欧阳林明白, 赵永胜是不愿意为侯卫东解决住房的, 那么他就更不能主动了, 即使有合适的房源, 他也不能说。 听侯卫东问起这个事情, 他颇为为难地说, 哎呀, 你看, 这个清临厂镇, 只有屁股这么大一块。 我想来想去啊, 也没有发现合适的房子啊, 要真是租房子呢, 这附近的村民家呀, 倒还是有些地方, 只是环境太差了。 那, 哎, 那其他的干部都住在哪儿啊? 侯卫东这就是明知故问。 哎呀, 侯阵啊, 两厢合并以前啊, 镇政府倒是有些宿舍, 合并以后呢, 人满为患了, 镇政府的房子早就住满了, 镇政府的干部啊, 大多都是本地人, 没有住房的干部呢, 就回到农村去住。 上清临成立工作组啊, 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安置没有住房的干部啊。 闲聊了几句, 天色又暗了许多, 侯卫东见欧阳林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说, 哎呀, 算了吧, 我还是先回上清临吧。 走到半山腰, 天渐渐的黑了, 回头远眺迷雾中的小镇, 因为有了距离, 小镇在暮色之中呈现出了宁静之美。 侯卫东心里琢磨着, 哎呀, 这个清临镇太陈旧了, 如果将小镇旧冒换新颜, 这也应该算是新政府最明显的政绩了吧。 这个思路闪现以后, 侯卫东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进了上清临乡政府的院子, 邮政代办点的杨新春向他打招呼, 侯大学, 每天爬坡上坎, 太不方便了, 怎么不在镇里要一间房子啊? 哎, 我问过, 没有住房了。 杨新春没有追问这个问题, 只是笑眯眯地说, 哎, 我还是叫你侯大学, 没有叫你侯镇长, 你不会生气吧? 当杨新春称呼他侯大学的时候, 侯卫东确实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经过杨新春的提醒, 他反而想到了, 称呼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因为同时选举了三位副镇长, 同事们称呼其他两位都为某某镇长, 而唯独称呼侯卫东为侯大学,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不尊重啊。 那么不尊重将会导致说话不灵, 指挥不畅, 后果是很严重的。 侯卫东想到了这一点, 他没有近待半点聊天看报纸, 一边上楼, 一边自嘲着说, 哎, 天天爬山啊, 这可是西方有钱人, 梦想的健康生活哦, 已经被我提前实现了。 幸好是冬天, 桌上的剩菜和剩饭都还能用, 侯卫东打开电炒锅, 将剩饭剩菜倒在了一起, 用锅铲翻了翻, 饭菜的香气很快就在屋里四处弥漫起来, 香气和电视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虽然只有一个人, 倒也营造出了一些家的氛围。 正在想念小家的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个嘀嘀的声音, 侯老师, 我可以进来吗? 在上青林, 绝大部分村民都称呼侯卫东为侯疯子, 少数村民则称呼他为侯大学, 只有铁锐青一家人, 坚持称呼侯卫东为侯老师。 门外这细细的女生, 不用说, 就是铁锐青。 哎呀, 你快进来呀, 学校还没有放假, 你怎么就回来了? 侯卫东到上青林的时候, 铁锐青正在读高一, 时间一晃而过,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领西大学, 这是上青林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啊。 侯卫东出到上青林的时候, 就曾经给铁锐青补过英语, 如今, 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 让他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在大学接受了半年的熏陶, 铁锐青迅速由一名瘦弱而拘谨的高中生, 出落成了名谋好耻的青春少女了。 只是今天进门以后, 他脸色苍白, 情绪低落。 侯卫东从他的愁容里发现了问题,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铁锐青低着头, 似乎在做着思想斗争,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抬起了头, 侯老师, 你开市场, 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啊?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怎么了? 需要我帮助吗? 请你回答我, 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那在你心中, 什么叫很多钱啊? 十万? 二十万? 还是一百万呢? 侯老师, 你有十万元吗? 我需要钱啊, 我妈妈的心脏出了问题, 我准备带她去做手术, 可是手术费需要十五万元, 我们家的存款, 只有五万六千元。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 自尊心特别强, 一辈子没有找人借过钱, 更不要说这么大一笔钱了。 为了这个事情, 他躲着我哭了好多次, 我是瞒着他来找侯老师的, 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说到这里, 铁锐青的眼中泪水闪烁, 侯老师请你放心, 这笔钱我会打借条的, 我读的是金融专业, 毕业以后收入应该不低的, 我肯定能还得上。 侯卫东被铁锐青的亲情感动了, 明天我当一养成取钱给你, 不过我是学法律出身的哦, 最重是契约关系,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你可是要写截条的哦, 我不要利息, 也不要还钱的日期, 好不好? 真的啊, 侯老师, 你是个好人, 是真正的男子汉。 就在这个时候, 铁饼声出现在了门口, 他看到女儿正坐在侯卫东的客厅, 惊奇地说, 瑞青啊,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爸爸, 你怎么也来了? 我是来向侯老师借钱的。 铁饼声在上青林, 当了二十年的小学校长, 一向很是清高, 让他开口向人借钱, 着实不已, 不过旧妻子的心情终究战胜了面子的观念。 铁锐青高兴地说, 爸爸, 侯老师答应借给我们十万块了。 哎呀, 侯兄弟啊, 我得说清楚啊, 铁饼声面有羞涩, 这笔钱, 我暂时还不上, 但是请你放心, 我以我的人格发誓, 这笔钱我做牛做马也会还金的。 铁锐青还有三年多就大学毕业了, 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赚钱, 比现在经济条件要好一些, 一定能把钱还上的。 哎呀, 铁销长, 你严重了, 真的严重了, 不着急的, 啊。 当父女俩离开的时候, 侯卫东站在走道相送, 铁饼声的背影似乎有一些驼背, 而铁锐青, 则如春天的小树一般, 正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当了一个月副镇长, 侯卫东终于遇到了党副镇长以来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 二月九日上午, 赵永胜和肃明从县里开会回来, 下午, 清临镇政府召开了党政联席会。 会上, 赵永胜申请严肃地说, 今天县里开了殡葬改革工作专题会, 会议内容很重要, 各位把手里的事情啊, 暂时要搁一遍, 专心开会, 先请肃镇长传达县里的精神。 肃明拿出了文件带, 昨天赵书记跟我到县里啊, 开了殡葬改革工作会, 这个殡葬改革是咱们领溪省统一布置的工作, 沙州市在领溪省市中等发达地区, 全市都是伙葬区。 下面呢, 由我来组织大家学习沙州殡葬改革管理办法, 以及市政府和县政府的相关文件。 读完一系列文件, 花了近四十分钟。 读完以后, 肃明接着说, 呃, 今天, 我们原文学习了省市县三级的文件, 按照全省统一的部署, 我县的殡葬改革从五月一日起正式执行。 这个入土为安啊, 是千年的丧葬传统, 要在短时间内改变, 难度可想而知啊。 但是呢, 这个事情, 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到镇里, 层层都签订了责任书, 完不成任务, 各级是要被问责的, 是开不得玩笑的。 从现在到五月一日, 不足三个月的时间, 任务重时间紧, 矛盾深难度大。 侯镇长分管社会事业工作, 一定要对此项工作,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宋明讲到这里, 脑海当中猛然间想起了一个事情, 暗自思量着, 难怪赵永胜要调整我的领导分工方案, 多半是他提前知道了殡葬改革之事, 故意让侯卫东来做这件难做的事情。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继续说, 推进殡葬改革工作, 必须要抓好宣传发动, 从现在到五月份是宣传发动阶段, 只有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 让殡葬改革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才能将矛盾减到最小。 说到这儿, 他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侯卫东。 上午开会回来, 我已经跟侯镇长说了这个事情, 侯镇长啊, 你把你的这个宣传方案拿出来研究一下。 侯卫东是吃过午饭才拿到县里的材料的, 他根据县里的部署, 加班加点弄了一个宣传方案出来。 好吧, 结合县政府的要求呢, 我拟定了宣传工作计划, 这个计划分四个部分, 一是开会宣传, 我建议镇里召开镇村设三级干部会, 在会上啊, 将殡葬改革的工作讲透, 各村下去也要分别进行宣传。 二呢, 是通过现有的广播, 反复播放一阳县政府的相关文件, 实行强制性的宣传。 三是在赶场天散发宣传单, 还可以搞一些咨询活动。 四呢, 就是用石灰沿公路刷标语, 造成声势, 造出社会的舆论。 侯卫东讲完以后, 赵永胜捧着将军度, 这个, 苏镇长讲了政策, 侯卫东呢, 也讲了宣传工作,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 侯卫东的宣传方案很全面, 如果宣传工作真的做到这种程度, 效果肯定不错, 我强调的是, 要落到实处, 侯卫东要负责殡葬改革的具体工作, 宣传工作就由刘昆来抓, 三会以后, 刘昆和侯卫东你们两个人好好地商量一下, 争取在青林镇造起宣传的热潮, 为五月份的殡葬改革做好铺垫。 这个第二呢, 就是成立青林镇殡葬改革领导小组, 我建议由肃镇长来当组长, 侯卫东, 刘昆任副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由涉事办的苏亚军任办公室的主任, 说到这儿, 肃明谦虚的插谎, 哎呀, 赵书记啊, 这个事情难度太大, 还得由您出马才搞得定吗? 哎, 苏镇长任组长啊, 最合适不过了, 你不能总是让我这个老家伙顶在前面吗? 第三, 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点啊, 殡葬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口头功夫, 到时候, 是要流汗流泪, 甚至是要流血的, 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五月一日, 全镇要全面实现火葬, 前三板斧是关键啊, 如果前面几斧头没有砍好, 以后就困难重重了, 侯卫东啊, 你是个年轻统治, 更要有勇气有智慧, 全镇三万人都在看着你啊, 好吧,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苏镇长和侯卫东,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到了赵永胜的办公室, 他慢条四里地继续说, 根据仙礼的意思呢, 各地在殡葬改革之中, 可以收取一定的改葬保证金, 或者叫做罚款, 或者叫做土地赔偿金吧, 这笔钱留在镇里, 不用上交线财政, 作为殡葬改革工作的经费, 我算了一下, 这笔钱如果收好了, 将是一大笔收入啊, 镇里负债多, 财政运转难, 这笔钱将解决大问题啊, 这个殡葬改革是大事也是难事, 必须发动村干部共同参加, 我的想法是, 在这个土地赔偿金里, 提取百分之十奖励给村干部, 真正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让他们由被动变为主动, 说到这儿, 赵永胜专门交代道, 这个事情只能做, 不能说, 更不能宣传, 侯卫东啊, 你是封管领导, 一定要掌握盆寸, 既要向村干部宣传, 又要注意保密啊, 侯卫东点着头说, 我明白, 可是此时他的心里, 却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看来这个赵永胜啊, 对我意见还挺大, 因为他一直不肯称呼我为医生侯阵长啊, 这个时候, 宿明的心理已经算了一笔账, 县里根据各阵每年的自然死亡率啊, 设定了火化任务指标, 我们镇啊, 在今年必须要完成200具的火化任务, 只要能够完成这200具的火化任务, 其他的土葬可以收取土葬罚款, 费用呢, 为每具4000到1万, 根据我们镇的情况, 5000块钱比较合适, 我们镇每年死240到300人, 如果占地费收到每具5000元, 能收40人的占地费, 镇里啊, 就可以收到20万啊, 如果给村干部考虑10%的工作经费, 按照刚才的算法, 每年大约就是2万元, 可是咱们清临镇有12个村啊, 每个村拿到的钱啊, 那就很少了, 这样吸引力不大了, 所以我建议啊, 给村干部考虑20%的返还的工作经费, 这样每个村每年平均有2000多块钱到5000多块钱, 这样就能够有效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了, 赵永胜仔细听了肃明的意见, 当即拍板, 嗯, 宾长改革是全镇的一件大事, 如果村干部不出力, 我们就是笼子是瞎子, 我同意肃镇长刚才的建议, 返还比例啊, 就定在20%, 用20%的返还金啊, 就可以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了, 这很划算嘛, 说到这里, 被财政短缺折磨得快要发疯的宿命两眼放光了, 哎呀, 真财政吃紧啊, 有了这笔钱, 就可以补发教师的工资, 可以加强厂镇建设, 从这个角度来说, 抓好了殡葬改革工作, 既有利于国家社会和子孙后代, 还能为镇里的建设做出点贡献呢, 侯卫东对收取土地罚款的事情感到很别扭, 可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书记赵永胜和镇长宿明的做法, 确实是最现实的选择了, 散了会, 侯卫东想着宣传方面的事情, 就来到了刘坤的办公室, 刘坤给段英打了传呼, 正在等回电话, 侯卫东出现在了门口, 侯卫东没有理睬刘坤的脸色, 殡葬改革在五月初要执行了, 前期的宣传工作很重要, 这个星期五准备召开全镇殡葬改革专题会,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怎么做好全镇的宣传工作呀, 刘坤看见侯卫东心里就窝火, 冷冷地说, 你把材料放桌子上吧, 我找时间看看, 侯卫东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提醒道, 宣传提纲和宣传标语啊, 在动员会上最好能发起来, 这个时候, 电话猛地响了起来, 刘坤一接电话, 态度立刻变得很是亲生, 喂, 今天晚上我要回来啊, 回家吃饭, 电话里传来了段英的声音, 你妈看我不顺眼, 我不想到你家, 哎呀, 亲爱的, 你不要太小心眼嘛, 我妈买的是刀子嘴豆腐鲜, 哎, 就这么说定了啊, 晚上我来接你啊, 不, 刀子嘴也会杀人呢, 又劝了几句, 段英还是不想回他父母家中, 刘坤生气了, 你怎么是这么态度啊, 我妈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啊, 发完火, 他马上又放缓了语气, 哎呀, 亲爱的, 还是回去吧啊, 我来接你, 中午下班的时候, 侯卫东又开始琢磨在什么地方吃午饭, 他走到窗口, 正好看到赵永胜坐上了他的桑塔纳, 桑塔纳一溜烟开出了大院, 带起了浓重的灰尘, 他就续接上了之前在半山坡上的思路, 改造清零老厂镇, 是提高新一届政府威信的好办法呀, 尽管短时间不能将老厂镇彻底改变, 最起码可以将环境卫生搞好, 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 就在这个时候, 涉事办的主任苏亚军出现在院子里, 侯卫东喊道, 苏主任, 你等一下, 涉事办是社会事业办公室的简称, 涉事办主任苏亚军四十六岁了, 工灵长, 人面熟, 加上受到年龄的限制, 其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是标准的机关老板凳, 听到侯卫东的喊声, 苏亚军便停下了脚步, 在院子里等候, 在他的人生经验里, 跳票的副镇长那就是兔子尾巴, 再加上他知道赵永胜对侯卫东很有看法, 因此他对这位封管副镇长采取了进而远之的态度, 哦, 侯镇呢, 什么事啊, 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 叫上涉事办的其他同志, 我请客, 苏主任, 你来订个地点, 侯卫东笑呵呵地说着, 他初当副镇长, 不想当光杆司令, 主动向苏亚军示好了, 苏亚军也知道侯卫东是上青林的市场老板, 听说他要请客, 也就没有客气, 河口村村支部书记刘卫斌, 家里开了一个农家乐, 环境不错, 味道也还行, 我们就到他那里去怎么样, 好啊, 嗯, 我们就到河口村, 那好, 侯镇, 你等我啊, 我去打个传户, 让增强他们几个都回来, 苏亚军一边说, 一边朝办公室走去, 哎, 苏主任, 不用到办公室了, 用我的手机吧, 此时手机在青林镇还是稀罕我, 除了赵永胜和苏明各有一部外, 党政领导班的成员中, 只有侯卫东在用手机, 当然, 赵素二人是公款消费, 侯卫东纯属私人消费, 没想到苏亚军不冷不热地回答, 这洋玩意我不会用啊, 还是去办公室打电话吧, 侯卫东有些尴尬地将手机收了回来, 但是他为了争取这个老板凳, 也就没有计较, 将手机又放回了口袋, 跟着苏亚军来到了办公室, 在办公室等待传呼的时候, 苏亚军眼珠一转, 侯船长, 我跟你汇报个事啊, 这个市社办管着广播站和民政办, 点多面广啊, 特别是即将开展的殡葬改革工作, 任务很重啊, 你能不能争取买一辆面包车啊, 也就是几万块钱嘛, 你看, 计生办都买了面包车了, 他们管活人, 咱们管死人, 这得要一视同仁啊, 清临镇政府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 镇长肃明用钱都受到了不少限制, 侯卫东作为跳票副镇长, 在用钱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苏亚军这是给侯卫东出了一道难题, 侯卫东老老实实地回答, 哎呀, 我虽然是个副镇长, 喝顿酒可以解决, 但是没有买车的权利啊, 我是个实在人啊,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没办法说大话, 如果你真想买车呀, 那咱们一起找赵书记和肃镇长汇报好不好, 苏亚军本意就是给侯卫东出难题, 没有想到, 侯卫东说话如此实在, 反而让他觉得很无趣了, 也就不再提起这个事, 增强杨川敏, 王荣以及程义林等涉事办工作人员陆续来到了办公室, 听说侯卫东请大家到河口村吃饭, 个个都是笑逐颜开, 一行人来到了镇外, 在公路边等了二十多分钟, 才来了一辆客车, 摇摆着到了河口村刘卫斌家的门口, 河口村村支部书记刘卫斌是夏清林村干部中最出名的精灵人, 前几年到广东和福建做过花木生意, 见多识广, 很有经济头脑, 回到精灵镇以后, 就在家里搞了一个苗圃, 专门从福建花木批发市场进高档的小型花木, 移栽以后再养几年, 然后再迈到易阳和沙州, 苗圃旁边呢有一个几亩地的池塘, 塘里有鱼, 这儿就成了集钓鱼赏花吃饭为一体的简易的农家乐, 这是刘卫斌从沿海地区搬过来的经验, 在易阳县还算是新生事务, 所以每到星期天, 只要天气好, 生意都不错, 由于是周三, 农家乐只有一桌客人, 刘卫斌很悠闲地试弄着花草, 见到苏亚军等人进来, 放下了水壶, 哎呀, 苏主任, 怎么现在才过来吗? 苏卫军指着指身后的人, 今天可是我们侯镇长请客啊, 刘卫斌这才认出了侯卫东, 热情地说, 哎呀, 侯镇长啊, 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河口村吧, 我等一会儿啊, 把杨主任叫过来, 这顿饭啊, 我们河口村请了, 嘿嘿, 刘叔叔, 这可不行啊, 我今天是请涉事办吃饭啊, 你别跟我争饭起啊, 以后, 我到你们河口村的时间还多着呢, 到时候, 你再请我吗? 哎呀, 怎么能这样呢? 侯镇长第一次到我们河口村, 应该有我们请客嘛, 哎呀, 算了算了, 今天, 我说了算, 听说你的这个肥肠火锅鱼味道不错, 我就点这道菜了啊。 刘卫斌安排了中午的生活, 又来到了侯卫东的身边, 他从皱巴巴的西服里摸出了一包红塔衫, 给众人散咽, 侯卫东环顾四周, 哎呀, 农家乐在沙州啊, 已经有了规模了, 城里人都实行周末到农家乐去休闲, 你这里的环境还行吗? 就是距离县城稍稍远了一些, 你可以考虑啊, 到县城的边上去开农家乐吗? 哎呀, 侯镇长啊, 如果到城边开农家乐, 那成本就太高了, 我这是利用县城的土地嘛, 哎, 那你的农家乐得更有特色才行啊, 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顾客, 等天气暖和以后啊, 我带易洋的朋友来你这玩吗? 呀, 好啊, 侯镇长带来的人, 一律打气折。 苏亚军一直在观察着侯卫东, 他看见侯卫东和刘亚斌, 谈得很投机, 心里暗暗琢磨着, 这个侯卫东还算是老练啊, 不是传说中的愣投青吗? 九至三旬, 侯卫东将话题引向了殡葬改革, 咱们沙州全市啊, 都要改殡葬改革, 哎, 刘叔叔姐, 你说说, 村里有什么看法啊? 刘卫斌打了一个酒格, 哎, 我在电视里看到新闻了, 知道这件事情啊, 哎, 你想啊, 咱们清临镇市山区啊, 到处都可以埋人, 这个事情啊, 根本就不可能搞起来嘛。 侯卫东主动做起了宣传, 殡葬改革的目的是一风一俗嘛, 节约土地资源, 减少丧葬费用, 省市县三级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啊, 沙州市已经下了政府令了, 全市从五月一日起, 一律不准土葬, 必须火化, 火化以后啊, 民政局还可一定的补贴呢。 坐在一旁的村委会主任杨文武, 以前当过民办教师, 算得上村干部中的文化人了, 他深知这件事情的艰巨性, 头摇得像波浪鼓一般, 哎, 殡葬改革比计划生育还要难啊, 真要执行下去啊, 还不知道要打多少架扯多少皮,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哪。 苏亚军的话, 到了嘴边, 又咽了下去, 低头专心吃鱼。 侯伟东在上青林待了两年多, 天天与村干部混在一起, 对村干部所思所想了解的一清二楚, 哎呀, 我跟你们说吧, 县里给上青林镇呢, 下了火葬任务了, 镇里将一葫芦画瓢给每个村下任务, 完成任务的村啊, 可以对土葬户啊, 收取一定的土地占用费, 或者说, 叫罚款也行。 刘卫斌听说可以收取土地占用费, 马上就反映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土地占用费如何使用啊, 镇里是否上交到县里啊? 后卫东心说, 聪明人果然是不一样啊, 看来他已经嗅到了其中隐藏的利益, 便含糊地回答, 土地占用费啊, 全部归各阵使用, 不用上交现财账。 两位村干部对视了一眼, 刘卫斌叫苦说, 要搞殡葬改革啊, 村干部不知要得罪多少人啊, 侯镇长, 我们真的很难做啊。 刘卫斌是个生意人, 他很擅长漫天要价, 坐地还钱的事情。 侯卫东则点到为止, 不再说此事, 与刘卫斌碰了两杯酒。 喝了好几杯以后, 刘卫斌忍不住了, 侯镇长, 你是分管领导吗? 你给我们透个底啊。 土地占用费的事, 村里面有多大的搞到? 侯卫东含糊地说, 这笔费用啊, 镇里将给村里一定的比例流成, 算作工作经费,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嘛, 只是一个大概念。 刘卫斌见侯卫东卖起了关子, 心里像猫抓一样。 由于餐桌上人多, 他强忍着没有继续追问。 苏亚军原本担心侯卫东工作经验不足, 抓不住工作重点, 控制不了全阵的局面, 如果在工作中出了岔子, 最终还得由他来擦屁股。 可是此时, 他见侯卫东说话办事有板有眼, 便松了一口气。 而此时的侯卫东, 有心将苏亚军灌醉。 他与村里的干部谈完了正事, 就拿来了两个啤酒杯子, 倒了满满的两杯白酒。 苏主任啊, 能在一起工作是缘分啊? 没有缘分, 我们扒杆子也打不着嘛。 有了缘分, 我们才能在一起工作。 来吧, 我们两个干一杯, 祝我合作愉快啊。 看着满满一杯的白酒, 苏亚军的眼睛都绿了。 侯卫, 这就不是这个合法嘛。 哎, 那怎么喝? 喝酒嘛, 难道还有法律吗? 我先喝了啊, 你不要磨蹭。 侯卫东今天有意要灌醉苏亚军, 所以气势如虹, 毫不留情。 侯卫东一口气把这一大杯喝了下去。 在刘卫斌等村干部的起哄之下, 苏亚军犹豫了一会儿, 只好硬着头皮, 也将这一杯白酒喝了下去。 在河口村吃完午饭, 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 摄氏办主任苏亚军当场醉倒, 被拖到了村支书刘卫斌的床上。 侯卫东也有醉意, 但是他越发的豪爽起来, 对了曾强等众人说, 我们青林镇有一种说法, 我是知道的, 叫做酒风看作风, 排品看人品。 今天通过对摄氏办酒量的考验, 说明摄氏办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吗? 摄氏办两个没有喝醉的女同志, 看着这醉成一团的男人们, 听着侯卫东的豪言壮语, 抿着嘴之乐。 侯卫东拍着副主任曾强的肩膀, 哎, 喝了酒再爬青林山那是要命的事情啊, 我不回阵里了啊, 明天上午到易阳民政局, 下午你和苏主任在办公室等我, 刘卫斌此时心里想着土地占用费的事情, 把犯罪的侯卫东拉到了屋里, 侯卫东拍着刘卫斌的肩膀, 哎, 目前县里所有的正式文件都没有提及土地占用费, 所以啊, 这个事情还不能说出去, 你要千万保密哦, 哎呀, 胡导臣, 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保密的, 每一句土地占用费多少钱吗? 嗯, 多大的反观比例, 啊? 这个党政联系会上还没有一样, 我只是说个大概的情况啊, 土地占用费每据五千到一万, 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村干部是不在边的干部, 工资很低, 除了村里的工作以外, 还得从事农业生产养家户口, 用人民币来吸引他们, 这是镇政府与农村干部打交道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了。 刘卫斌在心里算了算, 他的算法已经很接近赵永胜的想法了, 清临镇副镇长的工资不过四百多一点, 全年加上奖金也就是五千多元的收入, 算清了账, 刘卫斌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不过他的嘴里却说, 哎呀, 侯舍长啊, 这个殡葬改革是个男人事情吧, 我们村干部啊, 就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哎呀, 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吧。 谈完了事情, 侯卫东和刘卫斌才从家里出来, 众人在公路边等了一会儿, 一辆大货车带着刺耳的刹车声停了下来, 车身的自重加上碎石的重量足有几十吨呢, 压得公路不停地颤抖, 货车司机伸出脑袋, 侯蜂子, 到哪里去啊? 我, 我到一阳, 上车嘛。 看着带着灰尘远去的大货车, 增强打了一个酒格, 对小姑娘程一林说, 哎, 这个侯卫东就是一个山代王啊, 咱们苏主人的酒量跟他相比啊, 差远喽。 大货车就像装甲车一般, 在公路上横冲直撞, 风驰电车。 侯卫东坐在车上一直迷迷糊糊的, 等他睁眼睛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阳城的城边了。 货车司机扭过头来, 风子, 实在不好意思咯, 我不进城了, 你在这里坐公共汽车。 侯卫东在城边站了一会儿, 坐上了进城的客车。 回到沙州学院的住房, 他靠在沙发上休息, 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下午六点左右, 大门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 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开门, 站在门外的, 居然是满面笑容的 任林渡。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侯卫东? 任林渡比侯卫东还要吃惊, 他退后了一步, 看着隔壁的房门, 那, 郭兰住这边? 侯卫东明白了, 不过他带着酒意, 用手指着任林渡, 任林渡, 你这个重色轻有的小子啊, 我还以为你是来找老朋友的, 结果啊, 是来找人家郭兰的。 你住在郭兰的隔壁, 这太好了, 以后我就有了根据地了啊。 任林渡脸上的尴尬只存在了一瞬间, 马上就笑呵呵地说道, 任林渡是侯卫东的朋友中最常与交集的, 他的朋友遍及县政府所有的要害部门, 这是他天生的本领, 学也学不会, 侯卫东自叹不如。 任林渡转身去敲郭兰的家门, 开门的是郭教授。 郭叔叔, 您好, 我是郭兰的同事, 请问他在家吗? 啊, 他还没有回来啊。 啊, 我叫任林渡, 在县传委工作, 我和侯卫东啊, 还有郭兰我们都是同学, 我可以进屋等他吗? 郭教授开门的时候, 刚从书房出来, 鼻子上还架着眼镜, 手上还拿着笔。 那, 你进来吧。 说完, 他对站在门口的侯卫东说, 小侯啊, 你来陪陪你们的这位朋友, 我还有事情啊。 侯卫东知道郭教授的事情多, 连忙说, 哎, 任林渡, 郭教授有事, 你到我家里来等吗? 没关系的, 我就在这儿等吧。 侯卫东对任林渡的黑厚精神大为贪腐了, 他只好找了一个借口,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郭教授在书房忙了半个多小时, 一出来看见任林渡一个人还坐在客厅, 正宇开口, 任林渡说, 郭教授, 我能不能给郭兰留个便条啊, 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说着, 他来到放着笔墨纸砚的桌前, 提起毛笔, 在桌上写道, 县团委, 任林渡。 郭教授眼前一亮, 哦, 好漂亮的柳叔啊。 他欣赏了一会儿, 频频点头, 嗯, 年轻人能写一笔好字, 凤毛麟角啊。 成功引起了郭教授的兴趣, 任林渡暗自佩服自己的观察力, 我从小就喜欢写毛笔字, 我的爸爸还是领袭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呢。 哦, 你这个字适合写验书的词啊, 写几句来试试, 回背吗? 任林渡是学理工出身, 验书是谁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记得课本中学到的李清照的诗词, 写道, 争渡, 争渡, 惊奇一滩欧陆。 郭教授只是在欣赏的字, 却没有发现, 任林渡已经偷换了词作。 这一老一少都是书法爱好者, 郭教授放下手中的事情, 跟他聊起了书法。 正在兴头上, 郭兰回到了家中, 见女儿回来了, 郭教授高兴地说, 哎, 小人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啊, 这是很难得呀, 哎, 你们两个人聊吧, 我办正事去了。 等到父亲进了书房, 郭兰把小包放在桌上惊奇地问, 林林渡, 你这么晚过来, 有事儿吗? 我是来请你吃饭的, 上午咱们约好的你忘了? 你, 哎, 亏你还记得这事儿。 上午, 团委和组织部一起搞活动, 任林渡约郭兰吃午饭, 郭兰随口推托说, 晚上吧。 有了这句话, 任林渡就找到了家中。 郭兰并不反感任林渡, 可是对他明目张胆的爱情公事, 着实有些害怕, 他从内心还是喜欢高仓健那种硬汉子, 而对任林渡这种外向灵活的类型, 没有多少感觉。 哎, 我可是一约二来啊, 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也要闪光啊, 我知道一个地方, 环境不错, 专门做麻辣鞭鱼。 郭兰心软, 不忍心服了他的面子, 你说的是林渡鞭鱼? 对, 就是那家。 郭兰坐在电话前拨了一个号码, 哎, 有帅哥请吃林渡鞭鱼, 我们在林渡大门口会面啊。 换衣服的时候, 郭兰无意中看到隔壁阳台的灯光, 回到客厅, 他就说, 侯伟通就住在隔壁啊, 把他也叫上吧。 林渡鞭鱼是一个江湖店, 所谓江湖店, 就是那种装修得不怎么样, 服务不怎么样, 可是生意却非常好的小店。 他们到了小店以后, 发现居然没有座位, 只好在店外等着。 不一会儿,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旁边, 下来一位文静的年轻女子, 鸟鸟停停地走了过来。 郭兰连忙介绍, 这是李俊, 我的好朋友, 在易烊报社工作。 哦, 很荣幸认识你, 我叫陈林渡, 在县堂委工作。 李俊轻轻地笑着, 我上次见你主持过会议, 你口才可真好啊, 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 我们好多同事都很佩服你呢。 李俊的五官并不是太精致, 可是这一笑之间, 两只单眼皮的小眼睛 弯成了一条线, 颇有一些狐媚。 李俊好像对任林渡颇有好感, 有一句无一句地和任林渡说着话。 任林渡, 侯卫东, 郭兰和李俊四个人, 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了空桌子。 任林渡点了五斤麻辣饼, 在等菜的时候, 他一本正经地说, 哎, 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室友天天晚上熬夜打麻将, 所以啊, 上课经常睡觉。 有一天上高速, 我们老师提问, 微积分是很有用的学科, 学习微积分, 我们的目标是…… 没想到那老兄从梦中惊醒, 只听清楚了后面一句, 他就不加思索地高声回答, 没有蛀牙。 李俊用手撑着桌子, 笑得直不起腰来。 一大盆麻辣饼端上了桌子, 侯卫东中午醉酒没有吃饭, 肚子早就饿了, 闷声不响地吃着色香味俱全的麻辣鞭鱼。 等到任林渡又说一个笑话的时候, 三条鞭鱼已经进到了他的口中。 吃完饭, 任林渡又请大家唱歌。 郭兰不喜欢晚上在外面游荡, 就说, 哎呀, 我还要回家看稿子呢, 明天萧部长要用啊。 任林渡, 你负责把李俊送回去, 侯卫东, 你负责送我, 下次我请大家唱歌吧。 任林渡连忙说, 哎, 郭兰, 下个星期三, 我们一起唱歌, 怎么样? 郭兰这次没有承诺时间, 哎呀, 现在还定不下来, 如果有时间, 我来约大家。 侯卫东和郭兰打车回到沙州学院, 在学院门口下了车, 两个人步行走回学院。 学院的绿化极好, 路灯全部被绿树遮隐, 光线从树叶的间隙传来, 在地上形成一些白点, 这些白点随风而动, 就像隐藏在黑暗中的豹子。 郭兰知道清临镇选举的事情, 组织上内定的人被选掉,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侯卫东的命运还真是很难说呀, 想到这儿, 他不禁有些联系侯卫东, 侯卫东啊, 这次选举对你以后会有影响的, 你要多注意啊。 唉, 事情发生都发生了, 现在担心也没用, 唯一的出路, 就是做好当前的工作了。 那, 你的工作还顺利吗? 还行吧, 近期的主要任务, 是殡葬改革, 这个困难很大。 你要注意工作方法啊, 千万别出事。 其实郭兰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 那就是如果出事, 那就是县美让你下课的最好的机会。 走到西区的教授楼, 从音乐系那边传来一阵钢琴声, 郭兰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唉, 是尹老师的曲子, 真美啊。 说这个话的时候, 郭兰的表情柔和而甜静, 这让满身酒气的侯卫东, 感觉自己很粗俗。 第二天, 侯卫东换了一件干净的夹克衫, 去拜访了民政局封管副局长许斌, 将清临镇殡葬改革工作做了汇报。 中午, 恰巧李山镇封管副镇长也来了, 许斌副局长作东, 请两个镇的封管领导吃了一顿午饭。 下午三点, 侯卫东直奔县政府直接找到了副县长曾兆强。 他当上副镇长以后, 还没有与曾兆强见过面, 今天特意去汇报情况。 县政府的办公楼是一栋老楼, 已经列入了县政府的1996年改造计划, 现在还没有动工, 副县长办公室还不如交通局局长的办公室宽敞。 曾兆强在公共场合总是高大威严的形象, 单独面对侯卫东的时候, 他表现得很是洒脱和随和, 哎, 你就别汇报工作了, 诸斌任职的文件已经出来了, 今天我们去好好地砍他一刀, 让他出出血。 侯卫东跟着曾兆强下了楼, 坐上了他的小车, 不到一个小时, 小车驶入了沙洲境内, 在沙洲城郊, 小车拐上了一条稍窄的水泥路, 开了十来分钟, 进入了汉湖度假区。 汉湖的老总李金在停车场等候着,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他的脸上, 使他的皮肤如象牙一般的温润。 他与曾兆强握了握手, 朱鞠已经到了, 在六号楼等您啊。 曾兆强和李金有说有笑地进了六号楼, 曾兆强身高体壮, 像一头熊, 而李金呢大约有一米六五, 身材恶挪, 特别是腰身很细, 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兆强进了屋, 马上就说, 大家先泡澡吧。 侯卫东被带进了澡堂子, 进门就见到了上次的那位长腿的妹妹, 那长腿妹妹脸微微红着, 是你啊。 看着长腿妹妹玲珑有致的身材, 侯卫东说, 还是老规矩啊, 我泡澡, 你看电视。 长腿妹妹麻利地放水, 你还真是个怪人, 莫非我很丑吗? 哎, 我不是怪人啊, 是正常人, 你身材这么好, 要真是下了水, 我可忍不住, 你去找一个唱歌的频道, 我一边泡澡一边听音乐。 长腿妹妹彻底地轻松下来, 她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我给你准备饮料, 你要葡萄酒还是茶呢? 嗯, 葡萄酒吧。 泡在热水中, 喝着红酒, 听着音乐, 这让侯卫东感到如帝王般的享受。 长腿妹妹看了一会儿电视, 主动过来帮着侯卫东做起了头部的按摩。 侯卫东毕竟年轻其盛啊, 感受着女子柔软的胸膛, 悄悄地咽了一下口水。 长腿妹妹注意到她猴杰的滑动, 就说道, 你别忍着呀, 我还是下来吧。 算了算了算了, 我有女朋友啊。 听到侯卫东这么说, 长腿妹妹的表情忽然温柔起来, 她很是卖力地为侯卫东做起了按摩。 六号楼的楼顶有一个宽大的平台, 上面栽着不少名贵的花草, 站在平台上可以看见秀美的湖面。 春风吹过, 湖边一片翠绿, 杀是喜人。 朱冰喜得红光满面, 坐在楼顶晒太阳, 见侯卫东出来, 拍了拍身边的椅子, 哎, 过来过来, 过来坐, 晒晒太阳。 等到侯卫东坐下, 他说, 交通局最近要买一批皮卡车, 性能很好啊, 你也买一台嘛, 有车以后啊, 行动就很方便了。 侯卫东的心中一动, 皮卡, 多少钱一台啊? 只有十来万, 我让架下安排一个老师傅, 专门来教你, 一个星期就可以拿招上路了。 再说了, 高速炉马上就要动工了, 随时用量肯定很大, 大湾市场的生产最近不太正常, 你是市场专家, 要帮着查找问题啊。 大湾市场的现场, 是朱冰的父亲朱富贵在管理, 这段时间, 他经常不在市场, 生产有些混乱, 侯卫东知道这个情况, 点了头答应, 我回去就去处理这件事, 你放心吧。 过了一会儿, 曾兆强也上来了, 他被温泉泡得浑身酥软, 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 眯着眼睛晒太阳。 李京换了一身浅色的套裙, 端上了一个盘子, 这是一阳清临的明前茶, 特制的, 味道相传, 你们尝尝。 曾兆强轻轻地摇动着藤衣, 我说朱决啊, 交通局的那个宾馆啊, 管理水平太低了嘛, 要是有这汉湖一半的管理水平, 那就一定能成为一阳第一流的宾馆。 李京浅笑着, 曾县长过奖了, 我们汉湖只是尽量为客人着想, 谈不上什么管理水平。 哎, 能为客人着想, 那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嘛。 曾兆强瞇着眼睛, 目光不停地在李京身上流来流去。 汉湖的服务质量确实一流, 菜不多, 却道道精彩, 酒只有一瓶是茅台。 全国各个城市卖的茅台酒多数不正宗, 而汉湖的茅台据说绝对正宗。 服务员用白瓷杯倒了一大杯茅台酒, 估计有三两多, 酒黏在杯子上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三个人喝着茅台, 品尝着大河野生语。 喝了酒, 曾兆强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个农村孩子, 至今忘不了当年饿肚子的情景啊。 我在读交通中专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逛菜市场, 喜欢看人家砍猪肉。 听到刀砍在案板上的声音, 我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朱菊、魏冬, 你们都是干部子弟, 没有挨过饿呀, 说起来, 你们没有我这么强烈的感受。 曾兆强一番一苦思甜一结束, 酒宴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李京喝了些酒, 脸如桃花一般的鲜艳。 酒足饭饱, 朱冰悄悄地对侯魏冬说, 等一会儿你坐我的车, 我们好好聊聊。 来汉湖的时候, 侯卫冬和曾兆强同坐一车, 这没有问题。 此时有两辆车了, 侯卫冬便不宜再和曾兆强同坐一车了, 这是只可意会的官场的细节。 侯卫冬是聪明人, 文贤歌而知雅异, 他和朱冰跟在曾兆强的后面, 朝停车场走去。 汉湖小区设计的极有特色, 进了大门以后有一个大坝子, 普通客人将车停在坝子里, 然后在坝子附近的大餐厅吃饭和欣赏湖景, 而重要的客人就有不同的车道, 将客人引向不同的小区。 侯卫冬和朱冰正走到六号楼大门口, 一个年轻人向七号楼走去。 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扭头看了眼侯卫冬, 那人走了几步, 忽然停了下来, 回过头叫了一声, 侯卫冬? 侯卫冬这时也想了起来, 此人正是新月楼的老板布高, 他点了点头, 布总, 你好啊, 哎, 你的新房装好了没有, 欢迎第一批入住新月楼啊。 侯卫冬不愿意跟他多啰嗦, 感谢布总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书房, 再会。 布高走到七号楼楼顶时, 恰好能看到汉湖外的水泥路, 远处, 两辆小车依次划过了较窄的水泥小道, 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中, 布高一只手俯着下巴,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一个大学毕业才两年的乡镇干部, 居然买得起新月楼的房子, 还能到汉湖来潇洒, 而且能上六号楼, 这小子不简单的。 李京送走了曾兆强一行, 回到一号楼, 正好遇到了那个长腿妹妹, 她心中一动, 哎, 今天你陪的那个年轻人, 她怎么样啊? 她素质很高, 很规矩, 喜欢听音乐。 听到如此评价, 李京打亮了长腿妹妹。 很规矩, 她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 没有, 我给她做按摩的时候, 她还有反应啊。 李总, 还有别的事情吗? 啊, 没有了, 我随便问问, 你去吧。 等到长腿妹妹离开, 李京心里暗暗地想到, 这口味冬, 还真是个另类啊。 星期五的早晨, 侯卫东坐着出租车, 来到了青林厂镇。 为了低调, 他到厂口就下了车, 沿着街道朝政府大院走去。 一辆小车从政府开了出来, 迎面带起了无穷无尽的灰尘, 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将侯卫东紧紧地包围。 沿途的门店都将垃圾, 倒在公路边, 白色的垃圾, 残堂圣水, 触目惊心。 而场镇的居民对此却视而不见, 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孩子, 还站在一堆垃圾上刷着牙。 侯卫东遇到了从豆花馆子出来的杨凤, 忍不住问道, 这场镇怎么这么脏啊? 杨凤又手指擦了擦嘴上的红色辣椒油, 哎, 清洁队啊, 等一会儿才要来收拾垃圾, 等收拾完了, 也就好点了。 嗯, 这比上清林的场镇脏多了, 上清林场镇才七百多人, 而且不通车, 咱们清林场镇啊, 足有三千人啊, 人多车多, 自然难管嘛。 昨天还在享受着汉湖的美酒和湖光山色, 今天回到了清林场镇吃灰, 看垃圾, 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侯卫东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 哎呀, 场镇环境啊, 应该治理了。 侯卫东来到了苏明的办公室, 苏镇长, 这几天啊, 我一直在想着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有些想法了。 哦, 苏明放下了笔, 那你说说看, 咱们乡镇面临的任务都是一样的, 新一届政府要抓住特色, 谈何容易? 不过我发现清林场镇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场镇建设杂乱无章, 房子就像被公鸡爪子扒拉过, 站在山下望下来啊, 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 二是场镇的环境卫生太差了, 从镇头走到镇尾, 头发鼻孔里面全是灰。 等侯卫东说完了, 苏明问道, 你的中心意思是什么? 嗯, 我觉得吧, 我们这些政府, 如果能够改变清林场镇的面貌, 把青山绿水和场镇结合起来, 打造一个漂亮宜居的小场镇, 就如同欧洲的小场镇那样, 如果真的能把这件事做好, 那肯定会在异样, 甚至沙洲市, 引起轰动的。 嗯, 卫东啊, 你的想法很好啊, 只是要建这样的小场镇, 必然涉及大量的拆迁啊, 三年之内肯定完不了, 三年之后, 你和我在不在清林镇, 谁也说不清楚啊, 苏政长, 我以前每次从上清林下山, 总会在半山坡的那块石头上站一会儿, 正好可以看到清林场镇的全景, 在场镇后面, 翻过那道缓坡, 就有一大片平地, 我们可以不搞拆迁啊, 在缓坡后面建一个新镇, 就算暂时不能建新镇的话, 我们还可以狠抓场镇卫生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难度也不会太大, 另外, 我从上清林小学得到启发, 上清林小学啊, 你们家建筑很陈旧, 不过, 种了很多的桂花树, 这学校的档次, 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 清林山上的野生桂树不少, 我们可以选个几百株, 将清林镇变成桂花镇, 这就是很大的特色了吗? 嗯, 宿明认真地听着, 但并没有马上表态, 你讲得有道理啊, 让我再想一想。 侯卫东离开以后, 宿明把清林镇的地图拿出来, 用尺子在地图上不停地比划, 好的想法就像一张纸, 捅开来, 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 认真研究了地图, 宿明对重建一个新清林的想法,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赵永胜推门而进的时候, 见宿明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 就问道, 怎么啊, 怎么对地图感兴趣起来了? 赵书记, 我一直在思考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呀, 今天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过也许还不成熟。 赵永胜一只手插在腰上, 哎, 不成熟没有关系嘛, 大家都讨论, 自然就成熟了。 当他听了宿明的想法, 眉头皱在了一起, 嗯, 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啊, 工程量太大, 凭清临镇的财力, 恐怕十年也完不成啊。 而且那一块地左右上百亩, 全是良田熟土, 占用了实在可惜, 况且手续也很复杂, 想起来容易, 办起来很难啊。 可是宿明此时的眼中仿佛已经有了一座新城, 赵书记, 我们可以先总体设计嘛, 然后分布实施。 赵永胜压根就不同意另外建一个清临镇, 他岔开了话题, 明天是殡葬改革的宣传动员大会, 我有些不放心啊, 殡葬改革的难度绝不会小于计划生育的, 特别是前期, 打架的事情少不了, 侯伟东没有经过二级班子的磨练, 经验不足, 他如果搞砸了锅, 将来还带我们来收场啊。 宿明与侯伟东接触较多, 侯伟东这个人吧, 做事情既稳重又大胆, 他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但愿他能把这件事做好啊。 赵永胜虽然这么说, 可心里却琢磨着, 只要侯伟东把这件事情办砸了, 那就是把他拿下的最好的理由了。 宿明对新方案很感兴趣, 很快又把话题绕了回去, 赵书记, 我觉得建新阵的方案可以考虑, 干脆啊, 我们在党政联系会上提一提, 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如果大家都觉得可以, 就可以找建委的同志来看一看吧。 赵永胜见宿明抓着新阵话题不放, 心里隐隐不快, 这是关系全阵的大事, 今年人代会上没有提出来, 就不要再提了, 如果确实有必要, 那先上报县政府嘛, 等县政府同意以后, 我们再具体实施。 见赵永胜如此态度, 宿明也冷静了下来, 他将铅笔放在了图纸上, 很勉强地说, 哎, 好吧, 那, 建新阵的事情, 那就暂时放一放。 赵永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前天我到县委组织部去了一趟, 组织部要求各阵哪, 都要报一个后进的村支部, 作为今年的整改对象, 你看, 我们报哪个村哪? 宿明将各村都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要说特别差的, 一下子还真说不上来, 要是以提流统筹, 还有农业税等硬指标来算, 恐怕就要数夏清临河对岸的那几个村了。 赵永胜手捧着将军杜, 嗯, 苏镇长这个建议很好啊, 那就按这个思路, 下周开党政联系会, 我让刘坤将这件事情提出来。 殡葬改革专题会的前一天, 侯伟东正坐在办公室修改自己的讲话材料, 赵永胜打来电话, 侯伟东啊, 明天的会议准备得如何呀? 赵主计, 两份重要文件已经出来了, 一份是关于在清临镇进行殡葬改革的通知, 主要内容就是县里的文件, 增加了清临镇的内容, 第二份就是殡葬改革领导小组的文件也打印出来了。 那会议准备怎么开啊? 先由我来宣读两份文件吧, 然后请速镇讲具体的问题, 最后, 赵主计, 您做重要的讲话。 赵永胜对于议程没有意义, 他特意交代, 土地占用费的事情很敏感, 一定不能在会上讲, 绝对不能形成白纸黑纸的材料, 只能散会以后啊, 你与每个村的干部单独商量。 与侯卫东通话以后, 赵永胜又将刘坤叫到了办公室, 殡葬改革是难事, 舆论造势很重要, 之所以让你来主管宣传, 那也是人尽其才嘛, 充分发挥你的能力。 明天开殡葬改革工作会, 宣传工作进展如何呀? 您放心吧, 赵主计, 我已经做了安排了, 其实刘坤并没有做什么安排, 从赵永胜的办公室出来以后, 他就将周京找来交代了任务, 然后坐车回到了一阳县城。 星期六, 全镇都没有放假, 上午九点, 十二个村的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陆续来到了会议室, 侯卫东准备得非常充分, 每一位村干部一进会议室, 涉事办的工作人员程一林 就给到会者发一个大信封, 信封里面是县里文件的复印件, 还有镇里的相关文件。 大信封装文件是这几年才流行的做法, 绝大多数村干部将信封放在了一边, 少数村干部打开信封, 抽出文件看了起来。 九点整, 赵永胜、 宿明和刘坤陆续来到了会议室。 九点十分, 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由宿明主持, 第一个议程是由侯卫东宣读宪镇两级的文件, 第二个议程由刘坤来布置殡葬改革的宣传工作, 第三个议程由宿明讲具体的工作, 第四个议程由赵永胜做重要的讲话。 在侯卫东最初制定的会议议程中, 原本没有刘坤讲话这一项。 早晨开会之前, 赵永胜临时决定加上了这么一项议程, 并给刘坤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在会上讲一讲殡葬改革的宣传工作。 刘坤昨天晚上参加了组织部柳明阳部长的生日晚宴, 刘部长只请了三桌客人, 由于柳明阳和刘均两家的特殊关系, 刘家全部都参加了宴会。 刘坤是晚辈, 帮着跑上跑下又陪着客人喝酒, 而这些客人又托是县里的领导, 他多喝了几杯就醉了。 星期六早晨起来, 刘坤昏头昏脑的就来到了清明镇, 刚刚把茶泡好, 就接到了赵永胜的电话, 他赶紧翻看侯卫东上次的发言, 照着他的思路写了一个发言提纲, 拿着笔记本就到了会场。 轮到刘坤讲话的时候, 刘坤具体讲了四点, 一是开会传达, 二是写标语, 三是广播宣传, 四是散发传单。 刘坤讲得很原则, 没有宣传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标准, 操作性不强。 赵永胜不禁皱了皱眉头。 散了会, 苏亚军站在门口大声地喊道, 中午在张家馆子吃饭啊, 大家都不要走了。 张家馆子是清临场镇最好的馆子, 相当于上清临镇基金会旁边的馆子。 村干部提着资料袋, 三三两两地来到了馆子里。 刘坤正准备下楼, 赵永胜说道,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赵永胜对于殡葬改革的宣传工作很重视, 今天早晨拿到宣传单以后, 他在里面发现没有宣传单, 就将宣传干事周京叫来询问。 周京是1995年才从农校毕业的中专生, 原本分到农基站, 他父亲在另一个镇当领导, 与赵永胜很熟悉, 原诞时两家人还聚了聚, 周京很快就担任了宣传干事。 周京的文字功底一般, 咬了半天的笔杆也没有写完。 刘书记让我写宣传单, 我还没有写出来。 那发给各村的宣传标语摩本写出来没有啊? 我给民政局办公室打了电话, 他们说今天下午给我们传真过来。 两件事情都没有落实, 赵永胜的心里不太满意。 在会上, 他又听到刘坤很原则的工作布置, 心里就有了想法, 于是把刘坤叫到了办公室。 刘官啊, 今天开会, 宣传提杠和标语发给村干部没有啊。 刘坤将这件事交代给宣传干事周京, 具体操办的情况他并不太清楚, 他只好含糊地说, 嗯, 现在只有几条标语, 等找权了, 再发下去。 赵永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宣传工作是殡葬改革的前奏, 没有浓厚的舆论环境, 以后的工作难度会很大的, 你今天的工作安排 没有落到实处啊, 比如, 每个村要刷几条标语, 村里开会要开到哪一级, 传单由谁来制作, 谁来发如何发, 都应该具体明确嘛。 他说了这么几句, 就换成了语重心长的语气, 刘坤啊, 在乡镇做具体工作, 不能和县礼一样, 搞得太原则是不行的, 五月一日要正式实施 新的殡葬方法,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要抓紧啊。 刘坤急忙点头, 赵书记, 我马上就去办, 争取明天啊, 就将宣传单和标语拿出来。 离开赵永胜的办公室, 刘坤把周京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劈头就问, 前天我跟你说了, 要将宣传单和标语写出来, 你怎么没有完成啊? 周京委屈地说, 我没有搞过殡葬改革, 不知道该怎么写啊。 的确, 他刚从农校毕业, 纯粹还是一副小女孩的样子, 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眼圈立刻就红了。 刘坤的表情很难看, 你搞不清楚可以问我呀, 你怎么能把布置的工作给割下来呢? 今天是多好的一个宣传机会啊, 都被你浪费了。 那, 我, 我把宣传提纲信号以后, 再发到村里去好吗? 两个人正说着, 涉事办的苏亚军走了进来, 刘叔叔, 大家都去张家馆子, 在等你呢。 刘坤最怕这种场合了, 二十四个村干部, 一人喝一杯就是二十四杯啊。 他推辞道, 哎呀, 苏主任, 我还有事儿, 我就不去了吧。 刘叔叔, 赵叔叔和苏镇长都去了, 再说, 广大村干部也等着你接见嘛。 刘坤听说两位主要领导都去了, 只好说, 好吧, 那苏主任你可得保护我呀, 我酒量小啊, 喝两杯就得趴下, 哎呀, 刘叔叔, 你别害怕, 今天啊, 是侯卫东场主角。 到了张家馆子, 赵永胜和宿明还没有到, 除了领导的这一桌, 其他的村干部已经开始喝酒, 挖拳了。 侯卫东已经被上清林的村干部围住, 村干部轮番敬酒, 转眼的功夫他就喝了十来杯, 等到赵永胜和宿明来到张家馆子以后, 侯卫东这才脱身, 做到了领导这一桌。 秦飞月离开清林镇以后, 赵永胜再无对手, 成了真正的核心, 他很有一把手的风度, 大声对村干部说, 殡葬改革是一项困难很大的工作, 也是一件功在当代, 历代千秋的工作, 来吧, 大家一起举杯, 从明天起, 要在全镇轰轰烈烈地做宣传工作, 这杯酒, 大家一起干了。 酒至中旬, 赵永胜发动村干部, 侯卫东是殡葬工作的封管领导, 你们要做好殡葬改革工作, 就要敬他的酒嘛, 酒敬得越好, 工作就越容易推动。 酒桌上, 秦大江等村干部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见赵永胜发起了战争, 纷纷端着酒杯过来敬酒, 侯卫东酒量虽好, 可是架不住人多, 他愁眉苦脸地对村干部们说, 哎,哎,哎, 我说, 赵书记和肃镇长都在这儿呢, 你怎么能先敬我呢? 肃明在旁边推波出来, 卫东啊, 你可是殡葬改革工作的封管领导啊, 今天开了动员会, 你要跟书记和主任们好好喝一杯, 喝醉了, 下午可以不上班吗? 刘坤酒量浅, 又受到了赵永胜的批评, 心情不佳, 便缩在角落里。 他见侯卫东与村干部打成了一片, 不由得想起了失败的换届选举, 心里涌起淡淡的色味和恨意。 侯卫东处于漩涡的中心, 一杯接着一杯, 没有时间停下来,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 终于达到了极限。 他捂着嘴朝门外的厕所跑去, 刚到厕所门口, 一道瀑布如黄河之水, 从嘴里喷涌而出。 侯卫东出去以后, 赵永胜扭过头来问苏亚军, 侯卫东的酒量怎么样啊? 苏亚军深有体会, 哎呀, 赵书记, 厉害啊, 赵永胜的脸上有了一些笑意, 这个侯卫东的酒量是可以啊, 但是从今天的表现看, 我估计他喝不过秦大江。 苏亚军对侯卫东的酒量已经心悦成福了, 您和苏镇长没有来的时候啊, 侯镇至少喝了十来杯啊, 今天中午侯镇至少喝了四十来杯, 而且基本上还没有吃菜啊。 赵永胜这才相信侯卫东的海量, 他对刘坤说, 在喝酒这方面, 你要好好向侯卫东学习啊, 今天村干部都在, 敢不敢走一圈啊? 这种场合, 刘坤根本就不敢上场, 他连忙摇头, 哎呀,赵书记啊, 我这多喝五杯就醉倒了, 实在是不敢啊。 赵永胜和宿明两人 是一把手, 他们中午不敢多喝, 喝了几杯之后, 酒发动群众斗群众, 将好几个村干部当场喝饭了。 散场的时候, 赵永胜和宿明 沿着街道朝镇政府大院走, 一辆小车从镇外进来, 经过他们时, 带起了浓雾一样的灰尘。 在青林镇的地盘上, 外地车开得如此之快, 这让赵永胜很生气。 谁的车呀? 进了厂镇还开这么快。 他用手扇了扇空中的灰尘, 自言自语, 看来厂镇的卫生啊, 确实应该认真抓一抓了。 宿明接口说, 中镇长封管的事情太多了, 厂镇管理这一块, 干脆啊, 就交给侯卫东来管吧。 他人年轻, 精力旺盛, 女朋友又是大城市的, 应该能管好这个厂镇。 赵永胜不愿意管这种小事, 就随口答道, 你是镇长, 安排了就是了, 我没有意见。 他指着只开进场镇的小车, 脸上的七星北斗露出不满意的神色, 这辆车是沙洲的牌照吗? 是来找谁啊? 李京的小车扬起了一道灰尘, 如飞龙一般盘旋在青林镇的上空。 李京常年来往于政府机关, 很熟悉各级政府的机构, 下了车, 直接找到了前一次见过面的党政办的杨凤。 一般的情况之下, 杨凤对于美女是有着天然的敌视的, 而这一次, 却罕见地对这位漂亮的女士表现出好感, 带着李京来到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推开侯卫东办公室的大门, 屋子里酒气熏天, 侯卫东仰面朝天躺在沙发上, 正在呼呼大睡。 李京捂着鼻子, 对身后的杨凤笑道, 哎呀, 你瞧, 你们的侯镇长滥醉如泥了。 哎呀, 我们今天啊, 开村干部大会, 侯卫东喝酒太耿直了, 也不知道耍赖, 喝了六十多杯了。 杨凤将侯卫东喝酒的杯数略作夸大。 李京算了算酒量, 不停地摇头啊, 年轻的时候喝这么多啊, 身体迟早要垮的。 这样是要生病的, 他家在哪里啊, 最好找人把他扶回去。 我们侯镇在清林镇没有住房, 他平时啊, 都住在上清林乡政府。 什么? 镇里没有单身宿舍吗? 李京主管着沙州最好的度假区汉湖, 他根本就不能想象没有宿舍的生活。 杨凤虽然胖一点, 却不笨, 嘴巴还异常的利索, 他讲了这里的情况, 包括赵永胜对侯卫东的看法。 由于侯卫东在汉湖一直表现良好, 李京对他心存好感, 此时见到了他的真实生活, 心里不由得产生了死死的怜悯。 哎呀, 看他这个样子呀, 恐怕到晚上都醒不过来, 我车上有毯子。 杨凤跟着李京下了车, 拿了宝毯子, 到办公室给侯卫东盖上。 当小车离开大院的时候, 李京对司机说, 到清林山。 清林山啊, 怎么走啊, 我没去过呀。 山上就只有一条路吗, 边走边走。 李京一改平日的温和, 不耐烦了起来。 小车很快就上了山。 上清林公路虽然是泥结石路面, 但是路行很好, 上山的坡度和弯度都很标准, 路面虽然被重车压出了水档, 但是公路的总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李京首先到了丰岗市场, 他站在市场外面观察了一会儿, 独食村的杨炳刚, 是丰岗市场的安全员, 他看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 上前问道, 你找谁啊, 需要碎石吗? 李京问道, 你是老板吗? 我要看看市场。 杨炳刚是生于上清林, 长于上清林的土鳖, 他从来没有与李京这种既漂亮又性感的女人, 面对面地谈过话。 几句话之后脑袋又已经晕了, 说话有些结巴, 侯峰子在镇里开会呢, 你要多少岁时, 我请量给你装嘛。 离开丰岗市场的时候, 李京已将市场的基本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了。 他随后到了秦大江的市场, 与管理人员交谈了几句, 又前往狗贝湾市场。 来到狗贝湾市场的时候, 林中川正在指挥放炮, 李京站在远处看了很久, 随后又前往曾县岡市场和田大刀的市场。 短短两个小时, 李京基本掌握了上清林市场的情况。 侯卫东比李京预计的时间醒得更早, 他醒来以后, 提了毯子下了楼, 揉了太阳穴, 对杨凤说, 哎呀, 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喝了, 最惨了。 谢谢你的毯子啊。 哪里啊? 这是李京给你的毯子啊? 李京? 哪个李京啊? 侯卫东深醉之后, 脑子还有一些迷糊。 还有哪个李京啊? 沙盗斯的美女老总? 这让侯卫东愣了好久, 他琢磨着李京到镇里做什么呢? 汽车时代, 人的活动半径增大了, 人与人地与地的距离也就缩小了。 李京下了山, 再次来到镇政府的时候, 侯卫东还坐在办公室里揉着额头。 李京提着一个纸袋子进了办公室, 里面装着红橘, 还有一盒牛奶。 哎, 我听杨凤说你喝了七十杯酒啊, 怎么这么傻呀? 用得着喝这么多酒吗? 他说这话, 又将酒的数量往上加了一点。 看着红橘, 听着李京责备的话, 侯卫东的心里有了一些暖意, 但是他心里同时也很警惕。 嗯, 李总不远千里来到小镇, 有什么事啊? 尽管吩咐吧。 哦, 没有事情就不能来啊, 我是专门来看望侯镇长大, 谁知看到的是一个醉猫。 哎呀, 宠物喝得太多了, 现在啊, 感觉头都要裂开一样。 侯卫东揉着额头, 工作是国家的, 身体才是自己的, 为了工作, 实在用不着这么喝酒嘛, 你现在还年轻, 身体还扛得住, 到老了, 你就小得厉害了。 谈了几句话, 李京切入了正题。 哎, 趁你睡觉的时候, 我到上清林的几个市场去看了, 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开工了, 到时候啊, 碎石的用量极大, 我担心, 上清林的市场, 碎石够不够啊。 侯卫东对上清林的市场很有信心, 哎呀, 这点啊, 你放心吧, 我们上清林有五家大市场, 家族马力开工,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供应过沙一路和义无路的建设, 有足够的经验和实力, 领袭公路是跨省高速, 路段长, 碎石用量极大, 沙洲道路工程公司重标段, 有95公里呢, 其中有40公里, 不在沙洲市境内, 也就是说, 茂银地区的火凤山, 也是重要的碎石供应地, 火凤山和清林山的实质上, 是一个山系, 实质差不多, 都是公路所需要的优质食材啊。 李京的这番话, 明显是话中有话, 侯卫东的警惕心更高, 李总, 有话就直说嘛, 我脑子笨啊, 听不太明白。 改天啊, 我要和你戏谈这个事情, 今天我约了朱局长, 一起吃顿晚饭。 哎呀, 我今天晚上不能再喝酒了, 现在啊, 一提酒, 我就要反胃, 放心吧, 我不会灌你的酒的。 交通局局长朱冰, 那可是石厂的衣食父母, 而朱冰又经常去汉湖, 与李京的关系也不错, 侯卫东因此, 只好跟着李京前往了易阳县城, 小车速度极快, 很快就到了易阳城。 在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侯卫东酒劲上涌, 脸色极为苍白, 下车使用手撑着小车, 还差点摔倒。 李京健壮, 伸过手来, 扶了一把侯卫东的手臂, 你再喝点牛奶吧, 这样胃力会好受一点。 在易阳宾馆, 朱冰听说侯卫东中午喝醉了, 大笑着说, 哈哈, 终于抓住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了, 开一瓶五粮液。 侯卫东只好苦着脸, 勉强接招了。 说来奇怪, 喝酒之前他还头痛欲裂, 喝着喝着, 头不疼了, 胃也不疼了, 又开始生龙活呼起来。 喝到一半, 朱冰举起了白气, 哎呀, 我服了你了, 越喝眼睛越明亮, 算了, 今天我不打落水狗了。 这个时候, 在另外一个包间的梁碧发过来敬酒, 在朱冰的股东之下, 拿起啤酒杯倒满了一杯高度酒, 然后一分为二, 侯卫东这半杯喝下去, 又开始翻江倒海了。 梁碧发出去走了一趟, 又带着秦小红走了进来, 秦小红一胡了化瓢, 又和侯卫东碰了一个大杯。 李精在下午见过侯卫东的醉胎, 此时见他喝得如此之生猛, 不仅大为叹服。 吃完饭, 李精提, 我们汉湖打出了一口温泉, 由数百个喷气孔形成了水坑, 废水就从坑底冲出来, 好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土露, 我们就把这口温泉称为珍珠泉。 今天, 我请朱军和侯镇赏光, 试试珍珠泉怎么样? 朱军说, 沙州地区啊, 温泉资源丰富, 没有想到是你们汉湖最先利用起来了。 好, 我们一起去泡温泉。 来到了汉湖, 侯卫东被热水一泡, 酒劲又上来了, 他迷迷糊糊地靠着温泉壁睡着了。 一觉醒来, 窗外已是晴空万里, 侯卫东一时没有想起这是在哪里, 坐了一会儿, 他才渐渐地想起昨天喝了酒, 这是在汉湖。 想到这儿, 侯卫东不禁低头一看, 心里暗吃了一惊。